首先,身為人權頻道的組成,我要非常感謝在臺灣為了人權努力,為了人權奮鬥的所有人 站在與陸沛新娘他們站在一塊奮鬥這麼多年,我深深地感受到我學到了很多 我常常聽到有陸沛,就是他們已經到了臺灣,已經接受教育已經生了小孩 但是一聽到大陸妹這三個字,他們馬上變臉,他說這個環境還是不接受他們的 然後我最感觸的一件事情是,有人哭著跟我說,比如說像我旁邊的阿嬌,就哭著跟我說 我不只是來臺灣生小孩而已,而現在他就是受限於他得到身份證的六年 那六年,多麼漫長的六年,就可以讓他生活,就是完全與現實脫節 然後,許多店家,就他們就算有工作權,但是仍然不敢給他們工作 為什麼?因為你沒有身份證 你沒有身份證,什麼都,就是他們會有誤導的資訊,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你可以用 然後,所以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做的不應該只是縮減年限,不然你空有更要加強對店家宣導 不然你空有那些工作權在那邊,他們仍然是被歧視的一群 然後,而且根據國外的移民研究指書 現在只要五年,五年的時間就可以讓他們,就是讓陸沛適應臺灣的生活 然而他們的語言,在這個語言方面,根本就不算問題 那為什麼甚至要比外配還要強呢? 那最後我想要提出,我們常常希望大家愛臺灣 但是,在我們愛臺灣,要別人愛臺灣之前,我們要先想想 我們為什麼要愛臺灣?因為臺灣是一個包容寬容的社會 而如果大家都不夠寬容,不給陸沛,跟我們一樣的權益的話 那我們這樣算什麼和諧的社會呢?謝謝 謝謝廖教授 謝謝廖教授